來看到最新的畫面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將要進到立法院 來進行市政總質詢 但是從昨天下午開始 國民黨立委就已經輪班 在議場前排隊 陳玉珍甚至搬來了行軍床夜宿議場 在今天要強佔 主席台杯葛議事 不過在現場我們所看到呢 是藍綠雙方 現在都在舉牌 究竟情況如何 我們把連線給記者李佩軒 反對文法要制 反對文法要制定 民進黨的委員 一隻手指頭指著別人 四隻手指頭指著自己 好好的思考清楚 為什麼今天 議室殿堂 在執政黨多數之下 還可以搞成這個程度 民進黨不願意面對全國人民 就要接受全國人民共同的戰鬥 好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畫面 是不是在立法院裡頭 因為剛剛在稍早10點鐘的時候 原本要來開會的 不過就由於是行政官員無法列席 再加上現在你看到是國民黨立委 在瞬間在這個 他們要宣布的那一刹那的時候 他們把背巡台給直接推倒了 也因此呢 整體來說又恢復了在休息 而且在同時民進黨立委也不相認了 他們同樣也持著看板跟標語要來跟國民黨互相用音量來互尬 而民進黨的部分則是派出了是立委王美慧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劉士芳 他們也持著標語 他們認為呢 國民黨這樣是在阻擋還有杯葛議事進行 而國民黨則是派出了是立委洪孟凱 現在說因為他們已經是要爭取這個程序正義 所以認為民進黨他們在上禮拜 就是在上一次開會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禮拜二 當時並沒有維持程序正義 甚至發含的是秘書長還到後門來先開門 讓民進黨立委進來 才讓行政院長蘇貞昌在慌亂當中完成了他的施政報告 也因此現在目前當然還是你看到 我們黨立委他們通通都指著抗議中的標語 我們聽到洪孟凱的最新說法 民進黨立委就要剛剛同一時間先進來準備要開會 但發現到因為還是不給行政官員來能夠掠席 也因此這個會議又是進入了休息的時段 那剛剛他們舉了標語 一度兩方有僵持互相在各說各話 而且互相在大聲喊著口號 而後呢他們現在看似就是準備要離開了議場 也因此剛剛洪孟凱說 民進黨立委只是進來拍個照打個卡 證明他們有了還好像可以跟水平交代 而馬上就要離開 也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王美慧 他又再度拿起了標語 似乎還想要再跟國民黨的立委來對抗 而透過畫面當中的左邊 你也確實可以看到是包含的是立委 我是喜歡他也是拿著那個看板 在正正在拍照當中 而幫他拍照的我們從後方看起來 應該就是民進黨的立委林屬英沒有錯了 那在拍照打完卡之後 說他會有雙方什麼樣的攻防 現在還不得而知 而現在在講話的是透過畫面 你可以看到是國民黨的女戰神陳玉珍 今天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他在他的胸口是背著一個哨子 他也說呢 如果當情緒還有狀況準備失控的時候 用哨子可以來進行的是指揮 他認為今天自己是一個 好在整體的這個流程上面 是由他來進行指揮的 好你現在可以聽到的是國民黨立委女戰神 這金門女戰神陳玉珍 他也認為說在這一次他們討論的 已經不只是三加十一 要不要針對釀疫情破口 以及死亡而盜竊了 他們更想討論的是在禮拜二的 這場院會究竟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而在稍後如果藍綠之間 還有更多的攻防或甚至是肢體衝突 我們將持續為您進行的是查播報導 主播 吉他 金門女就馬 없다 吉他 難免 前 достаточно 誰 誰 natural 假 agu